我已经想明白了 再跟他在一起也没意思 我也不希望他再纠缠 我也不希望他再打扰我的朋友了 在这一段时间我知道 他老跟我朋友打电话 然后我朋友也因为这个事情 也感觉很烦 所以我来就是希望跟他说清楚 既然分手了 大家以后就各走各地 就不要再联系了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死一个月 真的受够了 觉得累了 觉得烦了 就离开他这几个月 我觉得过得很好 很安静 我想要的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 然后呢 如果我找到了一个另一半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他可以不像那个 就是童话里的白马王子一样 但最起码他也对我好吧 可是我跟他在一块 然后这三年 我没有觉得他哪里对我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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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c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家人家什么呀 或者什么的 两人没说话是吧 就没怎么说话 完了就在他手机上了 问他 他说他不知道 那是神奇不神奇 所有联系人 你只要是你想联系的 马上就到你自己手机上 这现在高科技 我还没见过呢